好 后科文哲时代 现在大家都在关注说 谁有可能可以帮助民众党 稳住目前的政教呢 黄国昌先讲了 他就说 这个他最近都没有在咆哮 那我怎么这么说呢 他说你看 几次集会里面 他都没有在咆哮 因为科有交代 你不准再咆哮了 还呼吁支持者 不论是在论述 心志或是体力上 都要先把自己给准备好 等到适合 科出兵的时候 大家再站出来 所以感觉起来 好像有一种那种 狮子王的那种交棒 那种感觉 因为两个人都狮子座 马克 文哲跟黄国昌 是不是交棒给星巴 星巴你替我稳住 现在目前的这个正教 那再来我们看看 这个黄珊珊 最近倒是突然这样冒出来 因为他一直以来 好像对于金华城事情 并没有表达一些看法 那简出培就在呛黄珊珊 话讲一半 你知道星期六出来讲 话讲一半 他说黄珊珊用国土署长 讲过的话 指地方政府最高授权 荣基奖励是20% 想要提柯文哲解套法规 却只说一半 根本是内行人讲外行话 那黄珊珊的回应是说 尊重每个人的发言 近代司法的调查结果 那另一方面 这一个金华城也算账算到了蔡碧如的手上 算到他的头上 是讲说他还有下手遇吗 还收到监察院的来函 他说过去曾经收到监察院来函指证 这个金华城容积率的问题 因此安排了都发局在晨会中跟柯文哲报告 而且会议当中其实并没有金华城相关的人士参与 所以现在看起来 这个风暴还持续在民众党当中在延烧 但是是不是真的影响到小草的支持度呢 根据民调来显示 民众党好像没有伤到太多 只跌了1.8%左右 230万小草看起来还是不离不弃 那目前民进党小小增加了1.3%的支持度 国民党不变 而民众党是略减了1.8% 实力也增加了一些 所以现在这个反应出来 刘英龙董事长他讲说 这个12%代表超过230万人 继续支持着民众党 那只有小小一部分的小草 可能会变成了这个回头草 就是去到了回到了民进党 那也有一些是转向了实力 不过整体来说 民众党仍然稳坐第三大党的位置 倒是在这样一波 我们刚刚看到国民党并没有增加 是不是也因为国民党像是 人家讲说钟小平 真的好像也替国民党有点扣分 因为他跟这个女记者的事件 的确这几天吵得非常的凶 那现在钟小平是喊告 这个曾言杰这一位女记者 他说这个是政治操作 他去到了北检 然后对曾言杰 还有詹江村两个人提告 就是这个妨害名誉 而且秀出对话记录 说自己曾经被这个曾姓女记者 给恐吓了 那对方还说如果再攻击阿北 就要攻击他 但是这个对话已经被 这个曾言杰收回了 那我们看一下 当时呢我们上星期 不是还有这个媒体人讲说 光头两百万这件事情 原来也是来自于钟小平的爆料吗 他是讲这个光头 其实是柯文哲的律师 这个肖逸宏 那两百万呢 是肖被对方丈夫要求求偿的金额 跟柯的捐款没有关系 可是你当时在那个节骨眼 放出这个风声 那就已经让民众的既定影像已成 就想到光头就有人开始连结说 是不是柯文哲跟银眼梁 有两百万这只仙金啊 当时就已经炒了一波 所以在那个节骨眼一直放一些消息 是不是有一点好像打混战的那种感觉 让人家既定印象已成 然后再扣人家的一些印象分数呢 那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人跳出来指控 你看这个曾妍姐还曝光了对话 那她讲说当时就是被她这样子 好像有点追求那种感觉 说我喜欢你 我单身我也是单眼皮啊 那我猜你是比较喜欢单眼皮 这样的一些对话 还说人与人之间必须坦言 你都说单亲了 我也要告诉你 演言我喜欢你这样之类的话 那陈志涵也说 他曾经收到这个钟小平 1月3号连打三通电话 1月5号甚至打到晚上12点 三天打了十通电话 还要求说你老板要怎么样怎么样啊 还要求陈志涵也要协助站台 连学姐黄敬颖也讲说 去年选举的时候 这个钟小平曾经疯狂打电话给她 要求她帮忙站台 那钟小平后来就讲说 这样的指控呢 是说谎不公道的 所以现在看起来 这个好像又往另外一条支线吵了过去 就是钟小平这样子 是不是跟很多的女性 有一点就是让对方感觉不舒服的言语呢 那钟小平也惹怒了自己 这个蓝营自家人 你看这个林嘉欣就爆料 钟小平曾经多次邀约金主 到喜来登参加募款参会 那这个开桌前 一人要拿一张捐款单 最近是两万元 那曾江村就讲说 奇怪那为什么在监察院的 政治现金的申报栏 找不到喜来登大饭店 这些聚会的款项呢 平常有没有这些 图利这种不乐之捐的金主们 那其实钟小平为什么在蓝营里面 有那么大的一些争议呢 就是韩国瑜事件 韩国瑜呢 其实在选总统的时候 钟小平支持柯文哲而退党 那韩国瑜在竞选过程 他频频上绿营的节目来抹黑韩国瑜 在柯文哲声量最高的时候 钟小平当时不监督柯 还退出了国民党 还帮柯成立后援会 现在柯落难了 又监督市长说 这个是议员本来就该如此 就是好像变来变去 所以有些人形容他 是不是有点 就是墙头草或变色龙 人家讲说 这该不会是下一个于北城吧 那这是不是一个 很大的一盘棋呢 因为你看到 怎么发生事情的都在万华 钟小平也好 或是之前的应小微也好 或者是黄珊珊 本来曾经也有讲过说 要万华这边他有意要选 所以感觉起来 是不是万华这边 正在清理战场呢 打倒了应小微 下一个是钟小平 那我们看这个当时的选举 其实这个吴佩义 是显胜钟小平的 接下来是不是这个战场清理完 赢的就比较轻松一点呢 我们来问一下淑慧怎么看 这个坦白说话 我一直觉得 如果民众党现在的代理主席 是黄国昌老师的话 他们立月的蓝白盒 一定会更顺利 但是他们或许党内 也有一些阻力 就是觉得说 也有卡国昌老师的 也有支持国昌老师的 所以他们现在只敢 象征议也成立一个 什么紧急应变小组 没有人敢出头 但事实上我觉得 该承担的时候就承担 因为国昌老师 不管是政治献金的 这些乱账 又或者是市政府的几个案子 他都没有相关 然后他现在确实也是 民众党里面 大概是唯一的明星 唯一的明星 有群众的号召力 然后他又比较理性 但是我想民众党内其实 彼此他们党虽然小 但是妙小 妙小神仙多好了 妙小神仙多 所以我觉得他也很困难 该做什么他都会 投鼠忌器 至于说 刚刚讲那个曾延杰 他好像不是记者 我最近才去看了一下 他的资料 就他应该是一个 非常专业的 公务员之类的 都市计划的 所以对很多人来说 他其实非常漂亮 也非常知性 有能力 所以或许说那时候 小平哥有跟他表达一些好感 但我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 那村长也是我认识的一个好朋友 所以他们三个之间到底 现在的争议是什么 我不太知道 但是最近民众党打我们 确实有点失焦了 譬如说 昨天把我的感情的事情 也拿来群众说嘴 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一天到晚去跟我们家长辈 去跟国民党长辈告状我 说要蓝白河叫我顾全大局 但是你们每天一文都在针对我 其实我已经有一段时间都拒绝受访了 就是因为被念到很烦 那我就拒绝受访 但你们点名到我 我就必须要出来回应 我也希望说 那你就不要再点名到我就好了 我们就让司法去调查 你不能像去年蓝白河一样 一边说要河一边 又开始下黑手攻击 我觉得那让人家蛮不舒服的 尤其是这个查案就查案 如果要占清白就拿资料 拿法条出来占清白 一直扯我们的感情的事情 要干什么呢 所以还好我不太喜欢跟人家赖 没有太多赖的对话 否则的话 我觉得到这个时候 已经到谁打给谁 谁在几个小时内打了几通 我觉得这都让整个案子失交了 对或许我应该劝小平议员跟我一样 就是暂时不要讲话拒绝受访 但是现在其实好像 其实我们不讲话还是会被点到名 所以我是觉得司法归司法 弊案归弊案 市政议题归市政议题 有一些私人的往来 或是一些私人的过程 其实我们不晓得 闹到台面上来看 其实也不是太好看 对 好 来请教室文哥 这样子 第一个民众党 我们长期观察这几个月来 民众党的声声降降可以看出来 这个案子一发生 从陷阱案的时候是一直在调的 然后到了被收押的时候 也一直在调的 最近又有回升一点起来 回升到差不多 他刚选完没多久的那个样子 为什么 要感谢民进党 真的要感谢民进党 要感谢司法 因为现在整个台湾的社会里面 讨论案子的不多 讨论司法不公的倒不少 大家都计较在司法不公上 对于案子的本身 大家这个谈的不多 所以因为这样子 觉得被破坏而拉升 更重要的是 立美的这些团体里面 每天讲的让 民众党的资责会很愤怒 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 看到一样就生十个小孩 然后这一个金流几个数字 就可以掰好几天掰不完 那到底真的假的 连讲的人自己都不清楚 这个东西所造成的反感 就是今天所混乱的事情 可是别忘了 那就是案子的本身 还是保留着 不管黄珊珊这讲的 这20%是本来就是 市政府应有了潜力 这个奖励容积力 是对的 没有错 但是为什么不奖励李生峰 为什么不奖励油资贵的房子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符合条件 就这么简单 因为你要都庚要老房 所以才有奖励 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兵 要在两年前两年后 会从完全没有问题 要变成完全有问题 因为就是为了取得奖励容积力 老屋的改建 现在这个案子最大的为止 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都愿意声援 有关司法不公的部分 这个是太不应该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 可是对案子的本身 你不觉得 我们讲话都还满有分寸的 不敢力挺 因为这是一个 拆务改建 拆务改建的占辟力应该多少 容积力应该多少 本来多少就多少 除非拆务改建的那一刹那 土地 这个土地编定计划 这个已经改变了容积力 改变了这个占辟力 否则就是你当时多少就是多少 那为什么拆务改建会增加出来 这个奖励 奖励从哪里来了 至于移转容积力 那是他自己花钱的 这个我们不要 但是花钱是花钱 也要给你一个目标 你才可以去花那个钱 那个又水 又变成了我只是一个改建 结果又有奖励 又可以取得转移容积 这个才是应该 到现在为止 我一直觉得科团队民众 在这个问题上 一直没有办法向社会交代 最起码像我 这么关心这个案子的人 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来说这一件事情 你这样做是合理的 你这样做是对的 我想这个是 等案子出来了之后 那么确定有很多 假如真的出问题的话 那这个支持力是会改变的 是会改变的 至于这一个案子 花展对后现在变成八卦 有没有 这也是死了所不及 对吧 而且变成男女的八卦 而且还把这个 那里面的内容 他讲来讲去 那干啥 无聊到几点 不过以我对 钟小平的了解 实惠请他不要讲话 这会有点难 这会有点难 不会 合情合理就好 不是 他会有点难 就性格 我了解认识他太深了 至于有人要把他推论说 他会不会变成江启臣 这个 伊北成 伊北成第二 不会 你放心 他是说钟小平不是我 不是 他说钟小平 我当然不会说你 你怎么会 那差太多 所以会不会变成伊北成 不会 伊北成是变种的 要找这么变种的人种 是不太好找 这个不是一般人 可以随便从黄埔有没有 变利谱的 这个不太多 好 来 问政老师 我也同意 柯文哲案现在叫出一大堆 乱七八糟的东西 什么样的东西 实在是眼花缭乱 不过还是有原则 就是说蓝白之间 我认为不能够为了蓝白和没有原则 今天比如说油淑会 钟小平 他们都是市议员 市议员本来就有监督的责任 他按照他的角色去办事 该监督就监督 当然也可以合作就是说 如果今天统治阶级执政党 过度的追杀或者滥用司法 这个时候他们也应该站出来 不只是为了柯文哲 也应该为了体制 这个对于蓝白和就是有正面的帮助 至于说有些稀奇古怪传出这些 我是赞成是 比如说张江春对着钟小平 蓝的跟自己去蓝的克自己克 那就比较不会有话讲 这个叫做自律自治 最好是自治自己内部来 那如果说白的不希望蓝的 比如说怎么样怎么样那点 经得起检验 如果尤俗会这些人讲的话不对 那你该反击就反击 合作归合作 竞争归竞争 如果要乱讲话 你该怎么样就该怎么样 这个其实很清楚 那面对统治阶级的烂权 这个大家要站在共同的立场 这个如果蓝的这个地方偏袒 或者是支持统治者 那当然不对 那我认为到目前为止 对于这个民进党政府 如此的这个瞎搞或者过度 我认为大家都站在监督的立场 这一点并没有太大问题 那个别人有时候要作秀 有时候就是墙头草 实在说有时候是蛮恶心的 那我认为这个真的 不要混淆了该有的奋计 那我的另外一个观察 这些烂新闻都出来 就表示说这个案子的政治 这个政治的追杀已经到了一个段落 大概要慢慢要转向了 所以这种东西全部浮出来 混淆搅乱的东西 所以不要被带错方向 反而是回来一开始讲了 那个黄珊珊这个是值得重视 国土主事讲这样的话没有错 地方是有这样的权限 那台北市这个针对地方 有自治条例 黄珊珊讲的一部分是对的 但是就像刚刚那个李胜峰提的 如果你今天对于金华城 给了这么一部分的奖励 那你应该一体试用 如果你有修改这个定立办法 然后这个有一定的规范 在什么条件 什么情况之下 就适应这样的奖励 比如这个金华城 什么任性城市 智慧城市 还有一个什么移居城市 那这些名目 你说地方政府很有创造性 很有创意 去开创出来 也未尝不可 但是这个东西要一体试用 如果说其他的 不要讲说李胜峰 或我们这种个人 你其他的建案 在这个时候也都一体试用 那没有话讲 但如果不是 有吗 对 我是说您说的对都没有 都没有 就是他特别 对 所以说我说这个地方 还是可以认真去问的 那黄山在面对这个东西 不要讲一句说他尊重 这个东西我是觉得 要变就变清楚 大家就把这种东西 因为我们很多人民不知道 如果你站着这个理直气酸 就知道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案子我也听到有人讲说 这个是台北市政府图立市政府 比如说因为这样金华城要盖一些什么 公园或者一点点接扩 甚至入侨 但是他问那个对应起来 你给金华城这么大的地板面积 那个利益 跟说他回馈给市政府的这东西 像样吗 我认为这个东西都是有讨论的空间 那越辨越明 大家把这个事情监督得越清楚 为什么不好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张哲世宝需要陪伴与照顾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